嘿嘿嘿嘿 呼呼 嘿咪 哈 OK Soundcheck 好 大家好 我是黃子瑜 歡迎收看黃子瑜鼓教室 因為最近當了VAR 所以越來越少時間可以拍這個YouTube 但是我依然還是想要能夠每週更新 所以我稍微來調整一下我這個拍片的步調 所以我可能講話變得比較快一點 內容一樣精彩 但稍微比較精簡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在這個下面留言讓我說 如果講得太快 或者大家喜歡原來這個慢慢的步伐的話 但應該是不會轉回去了 所以不管了 我就開始來分享一下 今天所要分享的內容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台灣的教育 那為什麼分享台灣的教育呢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教育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至於是什麼問題呢 我簡單的總結成三個結論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從現在開始看 或者如果大家想要分段看的話 也可以從下面看一下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會稍微分這個段落 這個搜尋店應該可以找得到 什麼廢話這麼多 總之我們先來講第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在於這個台灣的教育 沒辦法讓你感受到社會 那怎麼說呢 這個台灣教育 或者也可以說這個校園生活 其實是在一個莫名的泡泡裡面 有一種溫室花朵的感覺 像我們常說 這個學校生活 尤其是大學生活 有點像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沒錯 你可能會在裡面學到很多人情世故 然後了解人與人之間 你該怎麼樣去相處 然後怎麼去合作 總是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社會的縮影 你放大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生活在的這個社會裡面 簡單來講基本上是脫節的啦 那我憑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過去這十幾年來我都一直在教學 那很多學生都是大學生 那更何況我最近又在大學任教 所以我發覺很多大學生 真的是 怎麼說呢 很可愛 像是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像我前幾集有聊過的 這個關於全職音樂人的定義 大家要認知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你所念的科系 尤其是音樂 其實你出社會 一開始不一定能夠找到工作 或者是說你這個工作 並不能支持你的生活 所以某方面 你的這個科系一畢業 就要面臨失業的問題 這個 你的專業 不要說專業啦 專業這個字 有點 我覺得有點神聖 你大學四年畢業 不一定你擁有專業 所以 沒關係我之後可能會聊到這件事情 但總之 你四年所學 並不一定 我這什麼腔調 總之你四年所學的內容 並不一定能夠讓你找到工作 而且大部分的機會是 你根本找不到工作 所以你得要去找別的工作 來支持你 如果你要走藝術 或走音樂的話 但最好笑的就是 這大學四年當中 你居然沒辦法感受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很多人 應該說大學生都應該要很緊張才對 因為你馬上就要出社會了 怎麼好像跟出社會的人 所感受到的社會是不一樣的呢 所以其實這一點非常恐怖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在於 你在學校所學的內容 跟這個社會的需求 或者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專業 其實是沒什麼相干 很多人聽到這邊會覺得很震驚嗎 如果是的話 哇那你可能真的還在學校 但其實這根本是 對我來講我常看的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常態 其實不用那麼震驚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之前感謝我的父母 讓我有機會到波士頓 Berkeley這個音樂學院 念了一學期的時間 那他們入學的時候 要求每一個學員 一定要買這個 蘋果的MacBook Pro 那那個時候 那個已經十幾年前了 他還有分高階的MacBook Pro 跟第一階的MacBook Pro 那高階的才會有獨立顯卡 那那個時候的入學是要求 一定要這一代或前一代的MacBook Pro 高階的MacBook Pro你才能入學 那如果是前前代 不好意思 對他們來講已經太舊了 所以你一定要買全新的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要求呢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你要做音樂的話 你至少要有一個身材工具 對吧 所以 如果你要能夠進入這個產業 本來就要有一些基本的開銷 是這樣講開銷是對的嗎 應該說 你本來就要有一些基本的投資 你才能夠身材 那你不能說 OK我要做音樂 然後我沒有東西可以做啊 如果你要彈吉他 你至少會把吉他 那很多時候我們所謂的做音樂 你至少要把作品能夠留下來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台工作站 所以也就是一台電腦 能夠把你的編曲 或者你的作品能夠記錄下來 所以MacBook Pro 對這間學校來講是一個必須的 所以他們希望你進來 他們是真的在教學 所以他們不是在騙錢的 你進來你就要有一個身材工具 讓你在畢業的時候 你是真的能夠把所學 包含你的這台電腦 你畢業就是可以在工作的狀態 那在台灣會有什麼問題呢 在台灣 一定會有家長跳出來說 你這個一定是學校跟這個廠商勾結 圖利廠商 然後就吵了半天 那學校為了不要去惹這些事情 那他當然就會說 那就不用要求要買這個電腦 然後不用要求什麼 就盡量不要去惹這些事情 那大家仔細去思考一下 這個結果 對學生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這部分也許我想的不夠周全 那大家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但我怎麼想 我都覺得其實 我在波士頓那間學校 他的做法是對的 因為他是對這些學生負責任 他跟這些學生先溝通說 你真的出社會 你得要面對的這些成本是什麼 所以先跟你說 而不是我身邊看到很多這些同學們 到學校學了一大堆東西 其實跟你出社會會不會用到 會不會學到 一點關聯都沒有 因為你連身材工具都沒有 這是一個問題點 那更不用說失資 這個真的有點尷尬 因為現在大學在任教的 大概都是我這個年紀的 那我這個年紀的叔叔 因為為什麼會去大學任教呢 有大部分原因是因為 當初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很多人也像現在的年前一樣 就不知道出社會要幹嘛 所以這個社會或者父母親就說 要不然你考個公務人員啊 或者要不然就是你去考個 所謂的教育學程 你有考的教育學程 那至少你可以去學校任教 在學校當老師 這個社經定位也不錯嘛 我是老師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你們想想看 你們的老師如果是因為 當初這個理由來學校教書的 你覺得你可以從他們身上 學到什麼東西 他可能也沒有在這個產業混過 他純粹只是因為 考了一個教育學程 所以就順順的 考了一個碩士 然後考了一個博士 因為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能力也沒辦法 在這個產業生存 所以就一直考試考試考試 然後因為我的這個碩士博士 然後就進入這個教育體系 然後在學校教書了 這些人 你真的能夠從他們身上 學到產業的知識嗎 我很懷疑啦 但我想先說的 這個並不是全部的老師 我當然有認識很多很棒的老師 只是我說 大部分在學校的學生們 我並不覺得他們有能力去判斷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學生們無法藉由老師的角度 去感受到這個社會的需求是什麼 但我還是想強調一下 並不是所有老師是這個樣子 像我 有機會能夠到這個大學任教 也是因為系上的這個主任 他特別欣賞我的這個專業 所以用一個特別的方案 不知道是什麼產學合作的方式 讓我能夠到學校去跟學生分享 我在業界上所看到的 但大部分人的時候 像我們這些沒有碩士博士的學歷 那單純靠在產業的這些經歷 這些背景 其實是很難到學校教課的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問題就在於 學校並不鼓勵你犯錯 在學校應該就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拿到學歷 至少這個社會的觀感 或者你的父母親 或者你旁邊的師長們 是這樣讓你感受到的 但其實出社會之後 你會發覺 真正能夠讓你進步的契機 就是在於你不停的犯錯 那真的是要你去 不斷的去挑戰一些很難的事情 不一定要很難 只要你有挑戰的這個過程 那你一定會犯錯 那個犯錯的過程當中 你所學會要怎樣去做 能夠避免下次犯錯 或者是說 讓你有方向去 不管是彌補或增強自己 的某個部分 來避免下一次犯錯 這才是讓你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其實犯錯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 只是問題在於你出社會之後 你能夠犯錯的 這個科大有限 這個社會的容忍真的很尷尬 就是你得要犯錯 但是你犯太多錯 你可能就沒工作了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要知道 能夠在學校念書 其實真正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於 它有空間讓你犯錯 你在大學犯的錯 基本上是很難帶到社會上面 這個學校的這個保護傘 實在是太棒了 所以其實 這四年當中 不管你念 也許你念到碩士 也許有六年 或者其實加上高中 其實 總之你在學校的這段期間內 就是要讓你好好的犯錯 但不是要叫你去做間犯科 這是兩回事情 那時候你要不斷的去挑戰自己 不斷的去 試著去找到一些解答 那這過程當中 可能會犯錯 但沒關係 因為你在學校 這就是學校最美妙的地方 但最可惜的就是 在台灣這個學校 並不鼓勵你犯錯 你犯錯 可能就會被人家笑 那可能也會反映到你成績上面 那你成績可能就不好 你可能就沒辦法拿到這個學分 你可能就沒辦法如期畢業 所以 唉這件事情真的是 很尷尬啦 像是我在大學教課的時候 台下二十幾個人 我問一個問題 居然沒有人敢舉手 我真的覺得 奇怪 我問的這些問題 也不是說要打你分數 或者說跟你 能不能夠過這個學分 有任何關聯 我純粹只是想問 同學們有沒有學到 某個東西 某個觀念 基本上 幾乎都不會有人舉手 除非我點名 或者我 還要花很多時間去鼓勵 才可能會有同學就是 願意舉手 然後去講 其實講出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重點是你講出來 你才會對你所學比較深刻 其實我真的很鼓勵大家 就是多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讓你的這些想法 去跟同學 或者跟師長們 這些碰撞 其實到最後 學到東西 其實是你自己的 那這是別人所拿步驟的 所以 這個問題真的很困擾 學校的環境真的不鼓勵犯錯 好 那不知不覺又講了很多東西 總結一下好了 我講的這三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好好去思考一下 那很多人想說 我講了一大堆問題 那有沒有給出一些什麼解法 其實 這也沒有什麼好解答 應該是說 如果大家知道問題是這樣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找出一些 自己的一些方向 比如說 我所講的 這個 學校無法讓你感受到社會 那你是不是 也許在學校的時候 你可以去打工 打工的話 你就可以跟社會比較不會脫節 因為 你比較能夠感受到這個 要怎麼講 苦民所苦 就稍微感受到這個社會的壓力 那假如是第二個問題 所學跟社會的需求無關 那很簡單 不管你念什麼產業 不管你是音樂科系產業 或者設計產業都好 那也許你可以到這個產業的公司 去打工或者去實習 那這過程當中 你不就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 這些產業 他們真正所需要的專業內容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回學校去補齊這些 你所需要的專業 假如有的話 那再來這個不鼓勵犯錯 那怕什麼 你就在課堂上面 你就多舉手 真的老師一定會對你光不想看 會不會身為一個老師 當台下的學生會願意舉手的話 這個其實看起來非常欣慰的 與其睡著一片 只有這個同學舉手 看了就非常非常開心 所以真的 你舉手 你可能你回答內容 可能有一半的機會是錯的 但又如何 對不對 你錯了你就會學習到 那很多同學都不舉手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錯在哪裡 因為他們根本不敢犯錯 不敢犯錯 那根本也不會對 所以你就放心好了 你多舉手 你多去挑戰 你多去讓自己有機會犯錯 然後從中學習 你一定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 又先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的內容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或者讓這個演算法知道 因為這個演算法可能就是 哇 這一集好多人在下面分享 然後就可以推薦給更多人知道 然後幫助這個頻道的成長 那如果是第一次看到這個頻道的朋友們 好 大家好 我是黃子瑜 那我是一個職業音樂人 平常不是在做演唱會 那可能就是在錄音室錄音 或者是做很多的演出 那大家好 拍這間影片 分享一些我所看到的人生百態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在這個影片的右下方 點個訂閱鈕打開通知鍵 你這樣才會錯過每一集更新的內容 那當然啦 如果大家想虛果的話 也歡迎參考我的線上課程 那個資訊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或者應該是這邊吧 這邊可能會有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點進去參考一下 那我們這集就先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Professional We Look What You